今年以来 我国入境游持续升温 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到张家界的韩国游客达到10.51万人次 北京接待入境游旅客46.9万人次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 五一假期 入境游预定订单同比增长130% 我们的记者在走访的时候就发现啊 不仅仅是各大景点的外国游客多了起来 他们还有很多新玩法 在河南开封万岁山大宋武侠城 最近外国人的身影多了起来 电视剧里可以看得到的东西 但是这次呢 自己穿一下 体验一下 觉得真有意思 这些游戏可以加深我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所以我觉得挺好玩的 另一个热门旅行地湖南张家界 近期也挤满了韩国游客 韩国有这么一句话 一生一定要来一趟张家界 这次来看呢 确实太好看了 我们来自韩国激州岛 我们一个家族过来观光旅游的 张家界的交通太方便了 为老人建设了很多设施 张家界韩式餐馆上座率明显回升 一些饭店日营业额可达万元以上 来自黑龙江的金东旭 年初开了一家韩式烧烤店 因为生意太火 店面一直在扩建 三个门面正在装修 马上就装好了 每天韩国客人的流量来说的话 一般一天大概有100多人左右